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10日 PSV燕豪分有力达成愿望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最后一轮分组赛击战联场 其中身处B组的和甲豪门PSV燕豪分将做客挑战西甲队伍皇家苏思达 两队近况截然相反 皇家苏思达近期连遭败季 而PSV燕豪分则连续多战保持不败坚 且已取胜居多 此消彼掌之下 金账当然看好PSV燕豪分顺利凯旋 皇家苏思达今届欧洲联赛表现实属一般 前五轮分组赛过后 他们仅录得一胜三合一负的平庸战绩 球队取胜能力明显不足 另外 皇家苏思达在分组赛当中的攻防表现亦无亮点可言 他们的球数得失比锦为6比6 此等演出确实难以提升战绩 至于近况方面 皇家苏思达近期惨遭一波各项赛事三连败打击 期间两度颗粒无收监且失了五球之多 球队如今战斗力实在难以与人信心 尽管金帐坐镇主场 但皇家苏思达本届赛事主场表现并不出彩 前二轮分组赛主场均遭遇合局 间且期间均被对手攻破大门 而且他们经济在西角的主场抢分能力尽数中有水准 此番赢战来势汹汹的PSV燕豪分 皇家苏思达确实不宜过分高估 PSV燕豪分今戒赛事表现略胜皇家苏思达一筹 前者目前手握八个积分位居闭组次席 其中攻入九球的攻击力乃本组之最 强劲的火力 金帐显然能给PSV燕豪分增添不少争胜本钱 此外 PSV燕豪分近期整体表现可谓十分强势 他们已经连续多战各项赛事保持不败坚且以取胜居多 其中最近五战各项赛事 球队就好取四胜一合的娇人战绩 期间球数得失比更加达到13比3 堪称攻守俱佳 更为喜人的是 加普和卡路士云尼斯奥斯 摩拉斯等主要攻击手近期都有入球进账 状态甚佳的攻击群此番肯定能给皇家苏思达后防线施加巨大压力 由于金帐对手皇家苏思达目前状态糟糕 因此PSV燕豪分肯定不会轻易错过全取三分的大好机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